大家好,我是青山的士 把消息求求川安平康人 必須由大家小心面對 將貿易對社會中擴散 你可用疫情方式 掌握共和透明的疫情消息 一、看這關書全球諮詢名 二、將疫情關卡官方轉合 三、關心這關書免數轉入 四、受看疫情幾十回出播 一個因受到來年不明的疫情消息 強容預算方式擦淨 千萬無後隨便轉傳 散播又關 流行疫情的饒言非常不實消息 最過口法三百萬元 疫情期間強強下努力 探窃和消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捷運萬大樹林縣規劃 遭到地方民眾的質疑 因此居民就組成了土城國小自救會 以及金城公園綠地保留自救會 來舉辦記者會強調 從捷運變更設計到土城行政園區變更案 都是漠視居民的意見 並要求城鄉局讓住戶代表 往後都能參與專案小組會議 不要這樣講 你的意見 我們委員都在這邊都會聽了 後面我們會納入審議來討論 真的我拜託一下這些委員這些老師 真的好好地為我們土城的未來 還有台灣的未來著想好嗎 我知道 針對土城行政園區公辦都更案 新北市都委會在公所內 舉辦第三次專案會議 註戶代表在人民陳情時間進入 終於搶到發言權 與政府機關對話 質疑為何包括金城公園在內的綠地 要嚴重被壓縮 區公所 土城警分局 遷移到公園內 原本的用地 則是開發為樹洞30層的住宅大樓 我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們在做都市規劃的時候 先拿綠地開招呢 我不知道在學校教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這樣教的 更何況還要彎近校園 緊貼的建築物 每幾分鐘就會有一班列車經過 勢力會嚴重影響 老師與海膜的身心健康 也會將 時間拉回稍早 居民組成土城國小製救會 京城公園綠地保留製救會 在公所一樓召開 記者會強調 捷運萬大樹林縣 舍直曲灣 及行政園區都更案 都在破壞土城國小的校園完整性 以及都市中難得的綠地 柏友宇和我聲稱說 他是要做一個大台北都市的一個市長 要做第一名的市長 可是他連一個30年的老公園都守不住的 然後連一個百年 國小美麗的校園都擺不住的 而且都委會召開兩次專案會議 都未通知居民 就連第三次會議原本的限定會刊安排 卻突然取消 漠視他們關心地方權益 等於是偷渡設計案 強烈要求參與專案會議 那LG11站他的環差的報告 也現在在環保局選議中 但是我們還是很擔心 城鄉局他們這樣開專案小組會議 如果把這個變更案偷渡進去 未來捷運局在環差報告上 是不是就可以暗示是說 我們跟我們居民已經有獲得溝通 獲得共識可以開進公園 為捍衛都市中綠地 和土城國小的上科環境 居民不退讓 都委會以新聞稿表示 去年12月21號 初步同意行政園區計畫案 不納入京城公園範圍 後續以現有機關用地 及公有土地為主 至於民眾關心的萬大樹林捷運縣 以另案在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中審議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新北市富康巴士的數量 堪稱全國最多 其中第598及599輛富康巴士 由文傑建設股份公司 第三度捐贈 希望能在高齡化的社會照顧長者 也提供身上朋友 就醫就學就業所需 由市長侯友宜代為受贈 文傑建設股份公司 再度捐贈兩輛富康巴士 由新北市長侯友宜受贈 這也是建設公司第三度捐贈富康巴士 郭敬遠董事長表示 父親在世時時常搭乘富康巴士 了解這項交通工具 對於長輩的重要性 同時也能幫助身心障礙者 就醫或是外出 因此以母親和妻子的名義 再捐贈兩輛富康巴士 我因為媽媽跟太太的生日 那他們都不要禮物 那我就想說 那就捐這兩步 這個這個當作社會公益 新北市浮原廣大 在進入高齡化社會後 富康巴士的需求量逐年提升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 希望能有更多企業加入 一同照顧長輩和身障朋友 讓他們外出就醫回診 都能夠有舒適的富康巴士 可以達成 常年累月他都監證富康巴士 來關心弱勢職勤 關心長輩 總共在短短幾年期間 監證了四部 這四部都是他個人 為了照顧更弱勢職勤 所做的公益慈善 我代表新北市民們 謝謝他的意見 文杰建設股份公司 總計捐贈四輛富康巴士 110年捐贈的兩輛富康巴士 登記為新北市第598號 599號 預計提供給長輩就醫 以及身障朋友就醫就學就業 所需要的交通接送服務 記者林立如趙世淵新北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位在大漢溪左岸的 鷹哥山水步道 擁有美麗的山水風光 是串聯大溪自行車道 必經之處 為讓民眾有舒適的景觀環境 新北市政府 特別打造了一處景觀平台 並設立停車場 方便民眾停車 歡迎民眾前來呼吸 新鮮空氣 在新北市鷹哥區和桃園交界處 有個山水步道 不少民眾會來這裡騎自行車 或是散步休閒 因為步道 依山傍水 靜止的河水 映照著鳩山倒影 在不同的時間陽光照射之下 比較營造出來的這個山丘 然後這邊地勢比較高 那民眾可以 藉由這個比較高的位置呢 可以看到 我們淵山宴這邊的水景 然後還有這邊落日 將原本掌滿野草的閒置用地 重新規劃整理 依地形地貌 打造一處約兩層樓高的景觀平台 同時也規劃了停車空間 讓民眾有個舒適的停車環境 還沒有完成這個停車場的時候 原本這裡是一個 荒野漫草的地方 那經由我們市府做這樣的整理之後 變成一個很好很方便停車的位置 大概有45個汽車的停車格 然後有47個汽車的停車格 那以後民眾到這裡來 停車上面就會更為方便 景觀平台位於英哥區黃河路 和中正山路附近 林大漢溪山水步道旁 歡迎民眾來到這裡休憩 祭勤山水 享受愜意人生 記者沈金華 吳志恒新北報導 東森集團響應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 連續捐贈了做公益 今年迎接金牛年 由集團總裁王令玲率領團隊 捐贈100萬元現金 以及50萬元的物資 由市長侯友宜代表受贈 將用來照顧弱勢家庭和流浪動物 要捐贈給我們的新北市 由侯友宜侯市長來代表接受製贈 東森集團總裁王令玲 捐贈100萬元現金及50萬元物資 由新北市長侯友宜代表受贈 響應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 而這也是東森連續參與公益 用實際行動加入助人行列 幫助有需要的弱勢家戶 長期以來只要新北市市長的號召 我們一向就是積極來參與 新北市需要關懷的弱勢團體 100萬元的捐贈 其中50萬元將作為 中永和弱勢家戶的急難救助金 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 另外一半金額則是用來購買水療跑步機 減緩高齡犬市值退化增加韌氧率 而50萬元物資是春節應景禮盒 將會發送到29區弱勢家庭 好讓他們的餐桌豐盛過好年 王立寧董事長一向對公益有不漏人之後 光這兩年來兼給新北市的弱勢家族 就兼了647萬 東森集團長年盡社會企業的責任 做公益戀口友誼非常的感佩 所以新北市有東森 王立寧總裁的董事長的代理 讓東森的愛永遠延延不斷的傳遞下棄 農曆春節是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慶 家家戶戶慶團圓 截至去年底為止 總捐贈金額將近19億元 500多萬人受益 在各界的響應下 新的一年開始 讓愛的力量源源不斷 記者林立吳之恆新北報導 時續進入牛年 新北市英哥投此博物館 與雪雪文化創意基金會 首次攜手合作的感動牛 兒童季青少年才會逃博特展 上千隻可愛的感動牛 在逃博館齊聚 好不熱鬧 讓同流兒童季青少年才會逃博特展 在英哥二巧國小陶敵隊演奏的你我牽手走過 揭開序幕 希望藉由陶敵音樂 安撫因疫情造成不安的心 那我想在這邊我首先也要謝謝學學 我想學學長期在藝術教育的一個投入 我想大家就是有目共睹 特別也恭喜在去年獲得教育部 今天也有教育部的長官在場 獲得我們藝術教育的一個貢獻獎的團體獎 我想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當然在今年的這樣的一個特展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大家運用在地的文化的一個色彩 其實創作出非常精彩的一個作品 上千隻的一個作品 同時我們還有來自於 藝術家有七件大型的一個創作 他不管與長期推動台灣文化色彩教育的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合作 以陶瓷作為文化載體 鼓勵師生透過社區踏查與色彩採集 探員代表自己家鄉的五個文化色彩 小感動牛素胚原型是由藝術家莊普所創作 再由北台灣35個學校學生參與彩繪創作 英哥二巧國小的創作靈感 是來自英哥石的岩石綠 二坑隧道的岩碧河 孫兵廟的銅牛皇 碧隆公的神龜石河 及英哥古早窑的鑽石紅 充分顯示出英哥的在地特色 除了上千隻的小感動牛之外 還有多位藝術家所創作的 大感動牛彩繪藝術作品齊聚一堂 吸引牛年與幸福的到來 感動牛兒童暨青少年彩繪淘寶特展 展覽期間橫跨了農曆年節 十分適合合家大小一同前往淘寶館欣賞 並透過系列教育推廣活動 引領大眾及親子學習 並欣賞陶瓷工藝之美 記者沈金華新北採訪報導 樹林大同山是在地知名的景點 尤其半山腰的櫻花林 每到花季總是吸引大批民眾 或觀光客前來一清方澤 但是通往櫻花林的木栈道破損嚴重 因此新北市議員洪家軍特地辦理會堪 邀及相關單位討論改善方式 雖然醫院還沒過完 但是在大同山的櫻花林 已經有一兩株櫻花樹偷跑開花 新北市議員洪家軍表示 大同山就像是樹林人的後花園 每天都有不少民眾上山運動 而到了花季再加上閃花的觀光客 到訪人次更是可觀 因此步道設施的安全與否更是重要 洪議員說 步道的欄杆和棧板因為是木製的 多年下來有不少地方都已經腐朽了 如果不在花季人潮爆發前先修整 恐怕會有安全上的問題 我們發現它有很多的地方 陸陸續續有一些破損的地方 那包含一些圍籬的地方 都可能有一些結構性的一個鬆動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市政府這邊能夠加速來幫我們做一些更換 也讓更多的人可以在這邊很安心的使用這樣一個步道 那欣賞到這邊很多很好美麗的櫻花跟景色 因此洪家軍議員向市府爭取修繕預算 並且邀請新北市觀光旅遊局到現場會刊 承包商表示 從去年開始 市府就針對木站道進行整修工程 並且分期分批進行 將老舊的木板換成耐用的鐵木 我們去年開始就有針對這木站道的前半段部分 有進行這個面板 還有下面這個底糧的一個維修跟更換 那更換完之後 我們會採用這個比較硬的一個鐵木的一個材質 那這個厚度的部分也會稍微做一個加強 那整個完工之後所踏起來的這個紮實感 跟以前的木站道是不太一樣的 會比較會比較好 洪家軍表示 新春期間櫻花可能就會陸續開花 它會要求市府掌握進度 在花季來臨前 給民眾一個安全的油氣空間 記者趙世淵 吳志恒 樹林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好嗎 謝謝你 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